就在12月8号播出的《芈月传》中 芈叔和芈月在秦国军队的护送下 眼见着就要安全抵达咸阳了 却不要遭到了义取军的劫持 这场劫持的戏份也是《芈月传》中开播以来 第一场大场面的战争戏 那在这场战争戏中都有哪些故事呢 剧组又为此做了哪些准备呢 一起来看 刀光剑影 打打杀杀 为了拍出战场尘土飞扬混乱不堪的场面 首先要有电扇和忙着羊杀的场攻 瞧 就是这样 感觉是不是一下子就出来了呢 其中秦国将军被射下马来的画面 其实是这样拍的 为了还原最真实的战况 道具组和导演组都没有少下功夫 先是这剑语 真的剑怕是伤人 但假的着实又不好用 还有这辆载着芈月引开一渠王的马车 想要制造出这车轮碎裂的效果 真的让道具组伤透了脑筋 朱二次 敏月在一群王的追赶下摔下了马车 好在黄蝎及时赶到 但由于武功相差太多 交手不过几招 黄蝎就被义渠王的副将虎威 打下了悬崖 亲爱的男人被如此欺负 孙丽自然是咽不下这口气了 你变都不让我扯到你 好点让我出两个 一会儿出的 下一个 下一个 你那个弟兄 你把他手滑到这个变的 就变了 反观黄蝎和虎威这边 两个人不仅是身手相差 十万八千里 这装备也不是一个等级 包括掉牙 怎么喊 怎么反应 然后是挺难拍的 那天一拍一天 这样一场 四人混战戏 观众看得畅快 但真的拍起来 可没有那么简单 这女人真麻烦 好 你看还没打完 结束了 先遇到这线 走好不好 感谢观众看